次轮考试结束后 萨利艾亲自驾临大陆魔法协会 还问赞泽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吗 赞泽则沉默不语 只是用头发帮萨利艾脱下斗篷 这是他遇到对自己不利话题的一贯对策 萨利艾也对此一行二出 于是继续说明来意 次轮考试的合格者有12名 这么多的合格者是史无前例的 全员合作型的考试题目很不错 毕竟现在的一级魔法史 都没有什么协调合作的能力 但是考生当中有一个过于强大的家伙 萨利艾边说边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并表示都是福利链 拖他的福 本来以自身实力无法合格的考生也通过了考试 按照以往的经验来看 他们恐怕会在第三轮考试中全员死亡 而这样的结果显然与和平主义者赞泽的理念背道而驰 而且站在萨利艾的角度 他也不希望在考试中出现这么多无意义的死亡 就在赞泽打算道歉的时候 萨利艾打断了他 说没有这个必要 因为这全都是福利链的错 并表示特殊情况需要特殊处理 接下来由自己担任第三轮主考官 用和平的手段来筛选考生 随后询问身边的老人有没有意见 老人正是当初认出福利链胜仗之症的一级魔法使 制作逃跑用魔像的莱尔恩 他是塞利艾的土地 也是原定的第三轮主考官 莱尔恩恭敬地表示当然没什么意见 毕竟塞利艾任性也不是第一次了 况且自己确实没资格测试福利链 这一点从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就意识到了 原来 莱尔恩第一次看到福利链 就察觉到了他正在限制自身魔力 还说福利链拥有足以和塞利艾相提并论的巨大魔力 听闻此言 塞利艾露出了愉悦的笑容 随后询问另一位一级魔法使法尔修有没有注意到 法尔修则直言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并表示自己也在考试会场见过福利链 并不认为他处于魔力限制状态 因为从福利链身上没有察觉到限制状态特有的魔力波动 任何拥有魔力的生物都无法完全消除这种波动 而且就算魔力波动真的有可能被消除 想要达到这种境界 恐怕也要消耗无法估量的时间 我不认为这种技术有什么实用性 法尔修不解地说着 塞利艾则告诉他 福利链就是为了这种没有实用性的技术 显出了自己的一生 只为能够欺骗魔族 还说魔族比精灵和人类对魔力更加敏感 如果没有与生俱来的才能 就算努力一两百年也无法欺骗他们 真是浪费时间 如果将这段时间花在锻炼别的技术上 想必可以变强好几倍吧 但这种毫无效率的锻炼 有时也会使对手露出破绽 在老链的魔法使对战之中 误判对手的魔力会直接导致自身死亡 事实上 尽管从福利链的年龄来看 他的技术还不够成熟 但他至今为止也消灭了不少魔族 那个孩子在魔力限制这门技术上 就是如此登风造极 据我所知 能够一眼看破福利链魔力限制状态的 只有魔王一个 塞利埃说着说着再次露出了笑容 并以欣赏的目光看向莱尔恩 告诉他直到刚才为止 你是第二个 听闻此言 莱尔恩没有什么反应 只言那只是偶然罢了 自己所看到的不过是一丝的魔力波动而已 真是稳重又谦逊的人啊 从你成为守卫一级魔法师以来 已经过了半个世纪了 你还是以前那个气弱的小男孩啊 想起年轻的莱尔恩后 塞利埃坦言自己由衷地感到遗憾 因为莱尔恩明明在魔法上取得了如此造诣 但寿命的枷锁却越来越重 还说莱尔恩此生恐怕都不会和福利链战斗 哪怕是有机会赢的战斗 并再感叹了一句 果然不该受人类为弟子后离开 真的是太遗憾了 就连莱尔恩都没能看到我的魔力波动吗 第三轮考试开始了 法尔修告诉考生 这轮考试是由塞利埃亲自主持的面试 听闻此言 弗利连当即意识到 塞利亚根本没有让自己和飞伦成为一级魔法师的意思 飞伦好奇地询问弗利连 是不是认识塞利埃 弗利连也如实相告 说认识很久了 并表示塞利埃大概是打算凭直觉判断考生是否合格 他的直觉也确实一向都是正确的 而现在的自己还没有变成符合塞利埃期待的魔法师 面试正式开始 康涅刚进门就被塞利埃判定不合格 他切切地询问理由 塞利埃也给了他解释 你现在正对我的魔力感到恐惧吧 这是因为你很清楚自己到底几斤几两 你无法想象出成为一级魔法师后的自己吧 在魔法的世界里 无法想象的东西就无法实现 这是基础中的基础 出去 就这样 康涅的面试结束了 之后托斯特 拉奥芬 夏卢夫和艾璐 也因为同样的理由被相继淘汰 终于 弗利莲的面试开始了 塞利埃说弗利莲也无法想象出成为一级魔法师后的自己 但这并不是淘汰他的理由 之所以不让弗利莲合格 是因为弗利莲认为 塞利埃绝对不会让他合格 事实也确实如此 不过塞利埃还是给了弗利莲一次机会 问他最喜欢的魔法是什么 而弗利莲的回答是 变出花田的魔法 从弗拉梅那里学的魔法吗 真是无聊 不合格 塞利埃说完 弗利莲立刻转身离开 正是这种即使被人语弄 也丝毫不打算反击的态度 让塞利埃很难相信 是弗利莲打败了魔王 对此 弗利莲的解释是 魔王并非自己一个人打倒的 勇者一行 无论缺少了谁 都没办法战胜魔王 遇到了一群优秀的同伴吗 你运气真好啊 塞利埃没好气地说着 听闻此言的弗利莲 却停下了脚步 大方承认确实如此 自己的运气真的是太好了 并微笑着 对塞利埃聊起了往事 与塞利埃等人的旅行中 弗利莲曾问过塞利埃 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自己当同伴 明明王都有很多强大的魔法使 塞利埃则表示 自己觉得弗利莲是最合适的 并讲起了弗利莲完全不记得的 二人的初次相遇 那时塞利埃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 去森林采药 结果迷了路的他 才夜晚彷徨了好长的时间 那时塞利埃人生中 第一次体会到孤独的感觉 而就在他以为自己再也回不去了的时候 一位精灵为他指明了村子的方向 他正是弗利莲 当时的弗利莲既没有鼓励西梅尔 脸色也不是很亲切 这让西梅尔以为自己碰到了一个冷漠的人 就在此时 不知是看出了西梅尔的不安 还是单纯的心血来潮 弗利莲突然微笑着在西梅尔面前 使出了变出花田的魔法 直到今天 西梅尔依然觉得那一幕太过美丽 并直言那是自己出生以来 第一次觉得魔法是如此美丽的东西 说回当前的故事 对塞利埃聊起往事后 弗利莲感慨 这不过也是单纯的偶然而已 但让自己和西梅尔他们相遇的 正是被塞利埃评价为无聊的魔法 还说虽然自己觉得 塞利埃没打算让飞轮合格 但恐怕不会这么顺利 因为那个孩子远超想象 并得意地表示 陈类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就这样 飞轮的面试开始了 初见飞轮的塞利埃有些失望 因为飞轮看起来和其他考生一样 都盯着塞利埃的魔力一动不动 根本不像弗利莲所说的远超想象 但与其他考生不同的是 飞轮对塞利埃的魔力并不是畏惧 而是像在观察什么 并且已经有了发现 塞利埃询问飞轮 到底在盯着什么看 飞轮则平静地表示 魔力在波动 听闻此言 塞利埃的兴奋异于言表 立即提出要收飞轮做弟子 但当即遭到了拒绝